在一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想跟所有支持我的这些网友,这些同道朋友 宣布一个消息,就是我这个频道在过去几个月受到了大量的恶意的举报 随时都有可能被YouTube把我这个频道关闭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另外一个频道 如果这个频道关闭之后,我就马上会遗失到那个频道 继续我们的反共民主的这个传播活动 那个频道呢,名字就叫做全民共振讲堂 它的这个账号呢,是汉语拼音的辩局册atgmail.com 请大家关注 现在呢,我们在那个频道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今年3月5号的这个共振行动的动员视频 也请大家在那个频道上面去下载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继续一起努力 上一周呢,我做过一期视频,谈到了这一轮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 我说到3月2号的那一天,也就是川普为习近平设定的90天 休战期的最后的一天 川普他既不会和习近平达成一个贸易协定 也不会直接把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10%的关税直接提高到25% 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把这个最后的期限再一次推迟 可能一个月,可能两个月,有可能三个月 这是我的预测 那昨天呢,川普他就发表了一则推文 就证实了我这个预测还基本上是靠谱的 那其他的消息也指出啊 说美国政府现在正在尽力的安排川普跟习近平的下一次见面 他们会尽量的提前,说是最早啊,可能是在3月底就能够邀请习近平到川普的那个私人的庄园 叫湖海庄园呢,在那地方跟川普见面 两国的元首最后要敲定贸易谈判的细节 谈不谈得成,就在那一次的谈判当中啊,就会决定下来 在他们两个的会面当中啊,就会决定下来 那么这个消息啊,一出来贸易战啊,最后的期限又延期了 而且呢,还极有可能达成协议 川普也好几次说,现在有重大进展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股市啊,是应声而涨 那三个股指啊,上海的股指,深圳的还有创业版的 齐声上涨,全国商合一片红 看起来啊,是形势大好,不仅仅股市涨了 而且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还升值了 在国内的人民币汇率升值了 在离岸的人民币啊,也升值了 看起来真是形势不错 这一次的这个股市上涨啊,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啊 除了贸易战啊,最后期限被推迟 这一个利好的因素之外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央行的大放水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在08年09年的时候啊 温家宝他就搞了一次4万亿的大放水 就造成了09年中国股市疯涨 后来到了15年14年的时候 李克强又搞了一次大放水 那个时候15年的这个股市啊,也是疯涨了一番 那现在又在疯涨,主要的原因就是根据过去这几个月啊 央行大放水有关 这次放水放到啊,李克强都有点看不过去了 说啊,这个大水满灌,这么搞下去啊,是不行的 但是呢,现在中共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行政开支 他的这个维持整个政权运作的这个开支一直在往上涨 而经济呢,一直在往下滑 税收一直是在往下滑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放水,他不多印钱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最后这些印的钱到哪里去呢 其中有一部分就流入了股市 就造成了股市虚高的这么一种局面 企业的经济,这个一个健康的股市啊 他的上涨应当是由这个企业基本面 他的转好,来刺激他上涨的 但是中国现在的企业基本面转好了吗?完全没有啊 现在还是在往下沉沦呢 现在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啊 现在企业的盈利并没有提高 而是在还继续下滑呀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股市居然逆潮流而动了 这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所以很多朋友 这个中产阶级的朋友 有一些甚至是社会下沉的 底层的经济收入微薄的这些人 要炒股票,现在大家可要小心了 这个股票啊 现在已经不是中国老百姓赚钱的东西 更不是中国老百姓征长远投资的 这个股票啊,它就是一个韭菜市场 当你们韭菜涨起来之后 它就要收割一轮 大家炒过股的朋友 过去啊,都有极其沉痛的教训 所以这一次啊,一定不要重新再犯 过去所犯过的错误 现在中共是在给韭菜田地啊 在施肥,在浇水 等你们涨起来之后 就要把你们完全割掉 第一次犯错误 那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中共它能够这么黑 中共的这个股市啊 能够这样的黑啊 这样的无序 但是如果你第二次还被同样的一个人 被同样的一个政权再骗第二次 那么就怪不得别人了 那就是你活该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啊 不要把自己摆进了 那么危险的处境 不要把自己啊 摆到啊,任人宰割的那样一种境地 有些人可能会说 中国的这个股市啊 这一次上涨 主要是因为投资人呢 看到了未来的前景 他们对前景充满了信心 因为贸易战要结束了 中国又可以和美国做生意了 又可以把产品 卖向美国,卖向全世界 到处去赚钱了 所以说企业的这个前景看好 所以大家愿意投资在股市上面 难道真相是这样吗 我告诉大家 真相不是的 完全错了 这一次啊 中国的这个经济危机 即使是没有贸易战的打击 即使是美国人啊 他不跟中共啊 这么叫板 他经济也一样会遇到危机 因为他有一个结构性的隐患 从一刚开始 他就种下了这样的一颗恶果 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好不了 这个结构性的隐患是什么呢 就是在40年以前 当邓小平最初搞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所设定的经济战略就是要利用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大量的廉价的自然资源来生产廉价的工业品 然后把这些工业品呢 卖向美国 卖向全世界 去赚起外汇 他的这一套战略呢 刚开始的时候是很成功的 确实是让中国赚了不少的钱 但是 最后呢 他一直坚持这样的一套战略 不升级换代 那么最后一定会遇到瓶颈 一定会产生危机 因为海外的市场 他最后啊 他有一个饱和的程度 那么现在 美国人即使是不发动贸易战 他也不可能从中国啊 每年进口更多的这个廉价的工业品 欧洲人 即使是他没说什么 他每年进口的中国的工业品呢 也不会涨到哪里去了 所以说海外市场已经饱和了 那么国内的市场呢 国内市场又发育不成熟 因为你为了制造廉价的工业品 为了赚这样的钱 你就要把这个工人的工资啊 要把它压低 人为的压低 那么工人的工资压低了之后 他的消费能力就受到了限制 国内的消费市场啊 他就不能够发育成熟 那么在国内 就形成了一个贫富悬殊的一个局面 少部分人跟权贵有勾结的这一部分人 会相当的富裕 但是大量的劳动者 社会中下层 社会底层 这些人 暂时人口的绝大多数的这一批人 他们的消费能力不足 更何况你中共啊 既不发展这个免费的医疗体系 医疗保健体系 养老体系 也不搞这个 也把这个教育啊 变成一个赚钱的产业 这样呢 几座大山都压在这些社会中下层的人头上 他们根本不敢消费 国内的市场发展不起来 你这个经济最后肯定要出问题啊 即使是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这个论述 当劳动者 贫穷的时候 大量的产品 没有人消费的时候 最后也会爆发经济危机啊 这就是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啊 现在共产党你们自己怎么就忘了呢 你们自己怎么会看见这么大一头灰犀牛 你们都视而不见呢 好了 那更何况啊 这次 这个贸易战啊 并不会 并不是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的 因为现在还有两个重大的 重大的问题 摆在川普和习近平的面前 习近平可以答应川普所有的其他的要求 但是这两个要求啊 对他来讲 这是生死有关的 非常难以答应的 那第一个要求就是川普说 这个美国的企业要能够准入 要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 那么这些企业呢 就包括金融业的 包括能源行业的 那么这些行业大家都知道 这是中共的经济命脉啊 这是中共权贵控制的 国营企业通过垄断来获取暴力的 如果是美国这样的金融能源企业 进入这个中国的市场 那么中国那些垄断企业还能够跟他竞争吗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美国的银行大量的进驻了中国 中国老百姓 中国的企业家 谁会把钱存在美国的 存在中国的银行啊 一定是都移到美国的银行去了 那么他们的金融体系不就崩溃了吗 中国政府现在就是靠垄断能源来获取暴力的 现在中国的汽油比美国还要贵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美国的能源企业进驻中国了 那他们还能够生存的下去吗 中国的能源企业还能生存下去吗 那么瞬间就崩溃了 中共的钱哪里来呢 所以说这一点对他们来难以接受 那还有一点习近平更难接受的 那就是美国的互联网传媒要进入中国 专制独裁 尤其是共产暴政呢 它是有两条腿走路的 一条腿呢 就是暴力 跟你来硬的 还有一条腿呢 就是谎言 跟你来软的 这两条腿缺一不可 缺了一个啊 这个暴政就站立不住 就不能够行走 那如果是美国的互联网企业 通讯企业 传媒企业进入了中国 他这个党的喉舌这个系统啊 怎么能够维持呢 他一边在给别人洗脑 另外一边互联网大量的 这个传播真理 传播真相 他的谎言就要破产 他政权没有办法维持 如果是美国的互联网 美国的传媒进入中国 我告诉你们告诉大家 不出三个月 中共政权一定灰飞烟灭 所以这一点来讲 对习近平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那么最后 就要看川普在这个方面呢 他让不让步 川普以前说过 我不会让步的 你们答应我的条件 咱们就签协议 不答应条件 咱们就增加关税 那么最后呢 川普会不会让步呢 这个现在还是未定之数 极有可能让步 但是也有可能 川普最后啊 真是横下一条心 说把你共产制度搞死了 算了 这本来呢 也是符合他的原意的 这也是符合啊 他的这个内阁班子里面 那些人啊 他们 他们的意识形态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隐患啊 对中共来讲 这是一个隐患 这个贸易协定 最后有可能达不成 那么还有一个结果呢 就是贸易协定达成了 大家以为达成了 就能真正的刺激 中国经济的发展了吗 我告诉大家 当他们达成协议的那天 当那个协议公布的那一天 大家一定会啊 大吃一惊 国内的那些人 中共的那些啊 顽固派 中共的那些元老 他们会发现 他们会觉得 这个协议啊 就是新的马关条约 新的辛丑条约啊 对他们来讲 实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而不是利好的消息 因为协议签订了之后 他们会发现 过去每年从美国 挣得的三千多亿美金的顺差 今后再也挣不了了 过去从美国得到的那些免费的 那些知识产权被他们侵占的 那今后啊 不能够随意侵占了 过去 他们想要高科技了 就在美国 在其他的欧洲国家 找几个间谍 去偷 去抢 那今后也不能再做了 一做就要把关税啊 提高到25% 有一个达摩克利斯之箭啊 永远悬在他们的头上 那么没有了这样的一些 因素 他们跟美国做生意 跟欧洲人做生意 他们还能够那样谋取暴力吗 没有办法了 没有了那一大量的那个 那一批暴力啊 他们这个政权 即使是能维持 也是非常的艰难 不会像过去 那几十年一样 那么顺风顺水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即使是贸易战达成了协议 最后也不是一个好协议 只不过是 退而求其次 只不过是 暂时保一条命而已 不会马上就被人斩首而已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人民币上涨 这倒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在几个月以前 曾经做过一个视频 讲到了人民币会贬成废纸 我到现在我还支持这个结论 我还坚持这样的观点 不要看他现在呀 没有下跌 而且呢 还有微幅的上涨 这一次贸易战谈判当中啊 有一个条款啊 在这个他们签订的 这个备忘录里面 有一个条款 是川普要求习近平呢 说不能够让人民币贬值 这是对美国人来讲啊 这么做是完全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生怕呀 习近平通过啊 逐步贬值人民币这种办法 来稀释这个他们 川普所提高的那个关税 如果是川普把关税提高25% 习近平把人民币贬值25% 那他这个关税还能起得到作用吗 所以说他要想他这个关税打击 有力度 他就一定要限制人民币的这个贬值 那么这会形成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共啊 他必须得不断的印发人民币 而人民币呢 对美金呢 他又不能够贬值 这就造成了人民币只能停留在国内 只能够停留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上面流转 最后就形成一种啊 国内人民币泛滥 而经济发展又没有办法呀 往上往前往上提高 所以说啊 这在经济学上面就有一个词叫做智障 智就是停滞的智 障呢 就是通货膨胀的障 一方面是经济停滞 另外一方面呢 是通货人民币啊 大量的泛滥 这种场面啊 这种局面呢 对经济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这就是崩溃的前兆 那么川普的这个用意就是说 你不要用滥发人民币这种方法呀 想来刺激出口 你要滥发人民币 你就让它憋在你国内 让它自己烂掉 你这个经济体系最后啊 你要么就崩溃 但是呢 你不要想转嫁 不要想啊 一步一步的转嫁你国内的这些矛盾 不要想啊 利用这个人民币贬值啊 来刺激出口 那么最后的结果 也会一定会是崩溃 所以说 这个办法啊 几乎是像关门打狗一样 你必须人民币啊 你要么 你就给我坚挺的 不能动 最后一动呢 那就是啊 大崩溃 那就是大滑坡 那就是变成废齿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一年两年之内 按照中共现在的这个发钞的 现在的这个速度 和现在他们的这个机制 最后崩溃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说 我还是啊 要奉劝大家 现在 尽量的 要减持人民币的资产 现在手上有钱的 换美金 换其他的外汇 换黄金白银 有什么换什么 就是不能够保持人民币 这对将来 对大家的生计 对将来大家 一家大小的 这个生计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 对这次的中美贸易大战 有两种截然对立的 极端的看法 在我看来呢 都是不正确的 那第一种呢 就是党的喉舌媒体的看法 共产党的看法 这是以胡锡进 胡编为代表的 这个言论 在贸易战 开始之初啊 他们就说 这一次贸易战呢 要和美国人 学战到底 你大来 大打 我们大赢 你小打 我们小赢 最后总要赢你 但是几个回合 打下来啊 他们就知道 根本不是美国人的对手 所以现在啊 就举手投降了 认输了 最后要签订投降协议 那么这次签订投降协议呢 他们又说了 这一旦 投降之后啊 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一旦给美国人 跪下了 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我们又可以继续来 欺负中国人了 这就是他们的说法 这当然不值一博 那还有另外一种 极端的这个思想啊 极端的意见呢 就是美国人 川普你为什么不把 帮我们中国人呢 把共产党干倒了 算了 我记得在贸易战之初啊 当川普说啊 要对中国出口到 美国2000亿的 这个美金的这个商品 要增加10%的关税的时候 中国的网民啊 就老大不乐意了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呢 有一个微博账号 那个账号上面呢 有169万 接近170万的中国粉丝 当他们看到这则消息之后 很多人啊 欢呼雀跃 那当然呢 也有一些人还觉得 还不够 说你川普为什么 只把关税提高10% 你川普为什么 只对2000亿美金呢 这个商品增加关税 而不是对5000亿美金的 商品增加关税呢 还有很多人跟川普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的 就恨不得川普啊 这个一见封猴 把共产党干掉算了 那么现在呢 当他们看见川普 跟习近平呢 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时候 又非常不高兴了 非常的失望 那现在呢 在民运阵营里面 在海外民运里面呢 有一位老兄啊 叫陈世胜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财子狂人 天天骂川普 说你这个川普 跟习近平呢 勾肩搭背 狼狈为奸 要害中国人 简直不是东西 那么这种说法呢 我也不同意的 现在 即使是达成协议了 即使是贸易战结束了 中共也没有办法呀 像过去那样 从美国得到那么大量的利益 来维持他们的统治 现在 如果我们把中共啊 比作一个小流氓 那么川普 已经把这个小流氓 打成了重伤 打成了内出血 最后结束这个小流氓 那是我们中国人 自己的责任 如果把中共 比成一个兽骆驼 那么川普 已经在这个骆驼的背上 加了好几捆稻草 他已经不堪重负了 但是最后 加上那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那一定要由中国人民 由中国的民主派 我们自己来做 那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川普的责任 不是美国人的责任 那么现在 这个机会 这个 结束小流氓 压垮瘦骆驼的这个机会 正在到来 现在中共的经济 他不管他的股市怎么涨 不管他人民币怎么升 智障 这一个基本的局面 他是改变不了 只会越来越差 有时候 他会打一剂强心针 但是这个强心针 维持不了几天 他的这个药效 就会过去 他就会再次显示出来 病入高荒的这种状态 那么成他病的时候 我们就要他的命 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那今年3月5号 这个两会 对中共来讲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危机 爆发的时刻 现在党内党外 对习近平 对现在的这个执政班子 都想啊 把他们拉下马 那么这个时候 中共的他的这个权力体系 只要有稍微有异动 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 群起而公之 这个时候 对我们民间力量来说 是非常好的机会 各地的这些民运界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想办法 跟你们当地的这些维权团体 维权人士取得接触 为了安全 大家用口头的方式传播 今年3月5号到15号 下午每天下午3点的时候 大家想尽办法 去到省政府周围 在那些地方啊 举行抗议活动 让那些有诉求的 在那一段时间 集中的提出大家的诉求 让全国各地的这些维权活动 让他们的蓬勃兴起 形成一个共振效应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办法 那即使是这一次3月5号到15号之间 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实现 我们的要求 但是只要大家把这个消息传播开了 那么中共啊 他们就一定会 一定要采取应对的措施 每一次他们的应对啊 就会消耗掉大量他们的资源 消耗掉他们的士气 当那个真正的时间节点到来的时候 人民就会真正的形成一个共振 最后啊 就把这个政权彻底的震垮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